你好 我是美珍 我国规定雇主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涉险机构为了让投保者享有更好的福利 先在这个月9月1号开始 将投保涉险月薪上限从4000令吉提高到5000令吉 接着会在今年12月1号 正式推出家庭主妇涉险计划SKSSR 随着2022年家庭主妇社会安全保障修正法令通过后 无论是全职或是兼职家庭主妇 已婚 未婚 寡妇或者单亲妈妈 只要是大马公民都符合资格申请家庭主妇涉险计划SKSSR 在这个计划下每年保费为120令吉 所保障的范围却非常宽广 只要女士在做交务期间发生意外或者死亡都可以获得赔偿 不过SKSSR涉险计划属于自愿性质 并没有强制家庭主妇登记 至于计划的保费方面 家庭主妇可以选择亲自缴交或者要求丈夫 从薪资直接扣除保费的方式缴纳 值得注意的是 家庭主妇涉险计划带有一旦加入等于终生加入的概念 这意味着如果加入了这个计划 就不应该无故中断 此外当丈夫答应为妻子缴纳保费后 如果中途无故停止为妻子投保 将会面临罚款不超过1万令吉或监禁最高两年 谢谢收看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